男人因为一条短信 不顾红灯直接起步 却被一辆货车狠狠撞上 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 又一条短信发了过来 内容挑衅写着 你真的过来啊 而这 却只是两个熊孩子的恶作剧 而男人会相信如此荒唐的恶作剧 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失踪六年了 他不愿放弃任何一条有希望的线索 可这 也让他丢了性命 孩子与丈夫的相继离去 让小美对生活感到彻底的绝望 他利用自己护士的职务之便 从医院偷偷拿了麻醉剂 想借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丈夫的弟弟却突然上门 打断了他 两夫妻表面在安慰小美 可等他出门缓和情绪时 又互相责怪还不开口借钱 就在这时 小美没带走的手机响了起来 弟弟替他接听了电话 对方告诉他 附近一家钓鱼场里有个男孩 跟小美寻人启事里的孩子十分相像 弟弟听完后并没有直接转达 而是另外托人又联系了小美 说只要给一定酬劳 就会把线索告诉给他 为了让小美相信 弟弟又列举一些男孩的特征 包括脚指甲会天生开裂等 得到消息的小美激动不已 他立马取好钱后就去了交易地点 而对方信手承诺地给了他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让他去一个渔场 找一个叫做小明的孩子 他坚信不疑 立马便驱车到了地方 然后又到处派发着儿子的寻员启事 可奇怪的是 不大的渔场里 竟没有一人表示见过孩子 小美正失望时 不远处被麻布围住的破房子 吸引了他的注意 可当他走近刚想看看时 一个胖子突然出现 眼神里满是不友好 紧接着身后又走出两人 说这是私人的地方 让小美赶紧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是这么多年来 他离孩子最近的一次 这个小男孩因为长相清秀 时常被猥琐的胖子欺负 甚至对方一不开心 便会一脚将他踹进水里 看着小明挣扎求救的样子 胖子却笑得十分开心 这天 队长正跟手下吃饭时 一旁的新闻吸引了两人注意 正是男人为寻找失踪的儿子 不幸遇难丢了性命的报道 而手下看到新闻里 失踪孩子的照片后 感觉很像渔场里的小明 可等他想着手调查确认时 却遭到了渔场几人的一致抵触 就连队长也拿出了一笔钱 让他别再过问此事 但同样为人父母的手下 不忍看别人骨肉分离 于是通过电话 偷偷将小明的事告诉了小美 当小美来到渔场时 所有人都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 却没有一人提起小明的事 小美拿着寻人启示 问在场唯一的孩子小智是否见过 可还没等孩子开口 一旁的女人便激动地打断了她 小美只能绝望又无助地回到酒店 而另一边 小明正被锁在一个小木屋里 胖子缓缓靠近 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与此同时 小美不甘放弃 她偷偷检查起于常理可疑的房子 直到她从一间屋内 看到了一封通缉令 上面赫然写着胖子曾经是个强奸犯 等她潜入屋子时 更是发现墙上挂满了小孩的衣服 突然 队长带着人走了进来 小美质问对方 这些儿童的衣服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队长没做理会 只是威胁着她赶紧离开 第二天 小美临走时喊了小智 说想要抱抱她 小智也没有抗拒 小美没有出声 驾车离开了渔场 但到了晚上 她又折返了回来 刚回到渔场 就看到几人急匆匆地往外赶去 原来就在刚刚 小智偷偷找了小明 把他妈来找她的事说了出来 紧接着两个孩子就自己偷跑了出去 等小美赶到 队长正要给小明戴上手铐 她开始大声地叫着儿子的名字 趁队长一分神 小明正托束缚跑了出去 所有人都追着她来到了海边 凶猛海浪拍打着岸边 她被逼得无路可走 小美奋力地呼唤着她 小明正想往回走 一个巨浪吞没了她 小美醒来后又回到渔场 女人对着她就是破口大骂 说是她害死了小明 小美没有理会 而是静止地走向了房间 要将小智带离这里 可刚准备走 男人就从身后举起铁铲 一击把她拍晕了过去 这个女人被捆绑在小黑屋里 一个胖子轻抬起她的下巴 兴奋得不能自已 正要将她的外套拿开时 却掉出来一个小袋子 胖子拿出里面的针管 以为是什么兴奋剂 笑得嘴都喝不拢了 小美绝望地问她 自己孩子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胖子老实地交代了全部 说她常被锁在渔场 接受着所有人的毒打跟命令 小美听后并没有情绪激动 反而是呆滞的可怕 胖子听后立马帮她松了绑 小美趁对方兴奋地脱着衣服时 捡起了地上的针筒 轻轻往她脖子一注射 麻醉剂就立马见笑 胖子笔直地摔进了一旁的水尸里 小美再次来到小明的房间里 看着地上刻着的名字 她绝望地流下了泪水 紧接着 她拿起稿头来到队长家 小美奋力一挥 划伤了队长的脸 可她终究是个女人 被队长一下就甩倒在地 接着便是一阵毒打 慌乱中 小美捡起地上的稿头 狠狠地扎向对方的腹部 却在一次被扔向一旁 队长拿出手枪就要杀死小美 却被她用碎玻璃刺中脚背 小美捡起枪 救出被囚禁于此的小智 可刚走不远 队长又拿着猎枪追了出来 两人害怕地朝远处跑去 可对方却紧追不舍 一不小心 子弹掉进了沙滩里 队长赶忙捡起装伤 却没想到子弹因此炸汤 将自己眼睛给弄伤了 她愤怒至极 发了疯地朝两人冲来 将小美靠在了岸边的柱子上 小智见状 捡起木棍就打向队长 趁着她分心去抓小智时 小美利用泥土正脱开了手铐 然后反将队长靠住 等她爬上船后 就这样看着无能狂怒的队长 被海水一点点吞没 一夜过后 小美走向退潮的岸边 再次想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可当她抬头看向远处时 又激动朝那跑去 因为小明尸体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抱着尸体失声痛苦 可当看向对方脚趾时 却发现指甲并没有开裂 原来小明并不是她的儿子 而是一个同样渴望亲戚 渴望逃出深渊的可怜孩子罢了 故事的最后 或许是受到小明经历的影响 小美再次振作了起来 不仅收养了小智 也继续踏上了寻找儿子的路途 如果是你看见别人陷入深渊 又是否会拉她一把呢